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谭耀男 欢迎收看今天的与众不同 上个礼拜金融时报传出来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准备在八月 国会休会的时候访问台湾 那么消息一出 大家知道裴洛西原本要在四月的时候 利用上一个会期休会的时候访问台湾 但是不幸因为确诊而形成取消 那么这一次七月底看起来 参众两院休会之后 八月裴洛西准备访问台湾 后来消息出来之后 那么美国的媒体记者就访问拜登总统 那么拜登总统开口说出了 他说军方认为现在时间不适合 后来他又说我计划 那么在十天之内 跟习近平通视讯会议的电话 那么这个是七月二十号拜登讲出来的 换句话之 那么习近平跟拜登之间的视频通话 很可能会在七月底之前发生 那么拜登总统非常罕见的说 这个事情军方认为不适合 但是他没有说不适合 那么军方的是谁也没有说清楚 换句话说 这样的话讲出来之后 裴洛西又回应说 拜登总统没有这样跟我讲 那么他知道我的讯息 可是他大概是指说 这个飞行的这个飞机会遭到危险 等等的事情 那么并且这个裴洛西的办公室也说 那么基于安全理由 这个裴洛西议长的行程 是暂时不公布的 但是也重申了对台湾的坚定的支持 大家都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众议院议长的位置 在美国排名第三 仅次于总统和副总统 那么裴洛西跟这个拜登是同为民主党 其实他的分量非常高 裴洛西女士已经82岁 但是身体非常健康 非常硬朗 在过去拜登总统任内的一年半左右 跟拜登的白宫和行政部门的合作无间 过去一年半以来 那么进行许多国内的和国际的一些 重大的法案跟议题的重大突破 可以说是合作无间 那大家也知道裴洛西议长 对台湾非常支持 对中国非常的有意见 那么裴洛西议长过去 跟这个川普总统时代 那么双方不对盘 几乎所有的意见都不一致 只有一件事情 双方是高度共事 也就是对中国的大力道的抗衡 以及重要的抵制中国的法案 认为中国是重大威胁 这也可以解释说 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前国务卿 看到这个裴洛西要访问台湾的时候 高分贝的说这太好了 我陪你一起去 当然这可能是句玩笑话 但也可以看出来 川普时代的这些高阶的官员 在跟抗中议题上 跟裴洛西议长作为不同党派 但是其实意见是一致的 好了 华尔街日报也讲出来说 裴洛西应该要来台湾 那其实这些事情当消息放出来 中国表示强烈的抗议 并且说要严正以待 这样的话说出来的时候 裴洛西更没有不来台湾的理由了 换言之 美国的高官 美国的民选出来的国会议员 众议院议长是否要来台湾 什么时候要来台湾 这件事情不应该由中国来决定 这件事情是由民意支持 高度民意对中国反感的 美国的民众所选出来的国会议员 所选出来的国会议长来决定说 他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访问台湾 来表达对台湾坚定的支持 对我们来讲 其实裴洛西这样的一个高度受到 瞩目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 第一次的访问台湾是有高度意义的 让美国的国会领袖亲眼看到台湾 跟台湾的民间人士 台湾的官方 进行第一手的接触 看看台湾的活跃的发展 经济的活力 科技的进步 以及过去在防疫以及等等 各个方面大家都久有耳闻 而没有亲自来的情况之下 裴洛西来其实对台湾是绝对有好处的 也对于台湾跟美国进一步的关系 跟台湾整体的国家安全 跟国家的实力都有帮助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再会 请不吝点赞 再会 请不吝点赞 再会